澳大利亚那些泛滥成灾的兔子 兔子通常被视为可爱软萌的代名词 但谁曾想到就是这样看似无憾的小动物 竟然成了澳大利亚的噩梦 上个世纪 澳洲曾展开过与兔子之间的战争 长达百年之久 究竟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 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兔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澳大利亚 起初在这片大陆上是没有兔子这一物种的 17世纪的澳大利亚 是英国用来流放罪犯的殖民地 英国人每次去殖民地的时候 除了将罪犯一起带走 还会运输一些食物 类似猪牛兔子等家禽类的动物 刚开始兔子关在笼子里圈养起来 后来一位名叫托马斯的贵族 为了满足自己的狩猎欲望 将兔子放生到野外 但谁也想不到 这一举动竟然为这场人兔大战埋下了伏笔 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物入侵事件 兔子为什么可以大量繁殖 与欧洲相比 澳大利亚有着温和明朗的天气 丰富多样的植被 加上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 这里可以说是最适宜动物生长的 因此澳大利亚成了兔子的天堂 兔子身上有着两个子宫 彼此可以同时怀孕 而从一只幼兔成长为成熟的兔子 仅仅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成熟的兔子一年可以繁殖六次 每次可以生下四只兔子 平均寿命18年 最重要的是 这里没有太多舍利黄鼠狼这样的天敌 所以适宜的环境条件 极强的繁殖能力 加上没有天敌的制约 被放生的兔子得以疯狂的繁殖和扩张 有科学家提出 假设兔子一直在没有天敌的环境下生存 那么兔子将会遍布地球上 每平方米的土地 到了19世纪 澳大利亚兔子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100亿只 当时的全球人口不过20多亿 可以说兔子在澳大利亚的繁殖速度 比任何哺乳动物都要快 兔子泛滥的影响 对于当地人们来说 兔子快速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澳大利亚的植位 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兔子的大量繁殖 意味着需要大量的牧草 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某些地方 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兔子 在啃食青菜 草地 就连树母刚长出幼苗 也会被兔子一扫而光 原本茂密充裕的草原 顷刻间变成了大片大片的荒原 不仅如此 兔子的肆虐 还抢走了其他动物的食物和栖息地 例如澳洲最古老的动物之一 鼠袋鼠 就是由于兔子的到来 生存受到严峻的挑战 不久后 鼠袋鼠便宣告灭绝 都说狡兔三窟 兔子喜欢到处挖掘洞穴 容易藏身 这样一来 土地容易变得松动 没有了植被的保护 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的情况 也日益加深了 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在这样的土地上 农场主无法使用机械进行耕种 使得农业与畜牧业遭受重大损失 总而言之 兔子的泛滥带来了严重的生态连锁反应 而打开这一系列潘多拉磨合的托马斯 也被后人称为兔灾之父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 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 一开始政府贴出公式 以悬赏的方式征集切实可行的方法 于是一名法国微生物学家提出 用激活乱病菌来对付兔子 但无奈这一方法对兔子来说没有作用 然后澳大利亚政府又把狐狸 野猫等天敌带来捕杀兔子 可结果是狐狸野猫发现 有比兔子还好抓的利物 不仅兔子数量没下降 狐狸野猫也泛滥成灾了 政府又不得不对付他们 这一方法无异于营救之可 后来人们又想到 使用物理阻隔这一方法 就是修建三条纵观南北的铁网 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人造铁网工程 总计长达3000多公里 将兔子与农业区域彻底分割开来 但耗费大量人力物理修建的护栏 始终未能阻挡 闪长挖洞的兔子脚步 于是这一方法宣告失败 屡战屡败的澳大利亚政府 还动用过二战中的轰炸机 进行投放毒气来消灭兔子 只不过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方法 注定是行不通的 在当时澳大利亚政府 还颁布了擅自饲养兔子 属于违法行为的禁令 眼看澳大利亚快被兔子攻陷了 科学家们提出使用粘液毒病流 这一化学武器来抑制疯狂的兔子 这种依靠蚊子跳蚤传播的病毒 很快就作用在兔子身上了 它们相继出现皮肤肿瘤 发烧最后死亡的情况 疯狂增长的兔子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澳大利亚兔子的数量减少了90% 原本以为这场人兔大战的战争 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输光 可以让人长输一口气 没想到20多年后 兔子对这种病毒产生了抵抗力 于是兔子的繁殖再一次得到爆发 迅速扩增到了三亿只 而后科学家们不得不再次研究起 应对兔子的药物 尽管每次的新药物都会有所作用 但兔子的生命力如打不死的小枪般极其顽强 人与兔之间的斗争不断 此起彼伏 直至今日 澳大利亚兔子数量维持在两亿只左右 这场人兔大战至此高一段落了 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 整个过程需要成百上千年 甚至要历经更久的时间 在此期间 不同物种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 才会形成相对稳定 相互依赖 有制约的关系 有时候不顾生态环境的影响 引入外来物种 新的物种就有可能 因为不适应周边环境而出现排斥行为 打破当地生态环境的平衡 影响生物群落的食物链结构 进而发生一系列的恶性危害 对人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此 在引入新物种的时候 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 否则带来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